这两年,周深真的太火了,不仅是各大电视台晚会的常客,也是各大火热影视剧主题曲演唱者。 19号,周深出现在综艺节目令人心动的Offer第三季录制现场,一如既往的乖巧可爱。 从路透来看,录制当天,周深穿着白色短袖T恤,卡其色休闲裤,戴着白色口罩,并且罕见地戴上了眼镜。 大约是近视眼镜吧,毕竟周深的眼镜是近视的。 有趣的是,周深还是发挥其幽默搞笑的才能,即便没有说话,可是在口罩上却表现得淋漓尽致。 粉丝发现周深竟然在口罩上印了他那句知名的口头禅,少管我,对,就是这句话,是那个可爱的,爱和粉丝互怼的生生子,没错啦。 大约是从去年开始,周深几乎上了央视所有的大型晚会,都快成央视独宠了,我们一起来细数一下吧。 周深最早参加央视节目,可以追溯到2017年12月份,在《我要上春晚》中演唱了《大鱼》,获得直通春晚邀请卡。 只可惜,最终还没有出现在春晚上,不过之后的周深,犹如开卦一般。 2018年与2019年,都有出现在央视的节目里,只不过那时还有些小透明。 直到2020年,参加经典泳流传第三季,并演唱《情势合物》,同年又参加央视中秋晚会,与萨鼎鼎携手演唱歌曲《左手指乐》,引发广泛关注。 同时,为央视三套节目,一上中国节目,献唱主题曲《画娟》。 2021年更是了不得,这一年周深终于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,在万众瞩目,合家团聚的时刻,与国家著名歌唱家张一也一起献唱灯火里的中国,巨大的荣光啊。 之后,又参加了央视的元宵晚会,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晚会。 央视七夕晚会,央视中秋晚会,国庆期间献唱《今天是你的生日》,《中国》,以及央视的其他综艺节目。 值得一提的是,周深在央视七夕晚会上演唱的歌曲《画娟》是唯一一个被人民日报官微转发的,并称赞说令人回归无穷,足以证明周深的实力。 如今,周深越来越火了,可他还是很谦卑,珍惜每一次上台演唱的机会。 都说周深是上天赐予的好嗓音,可是,他背后的努力也是不容忽视的。 作为资深的生理,我深深知道,一个人的成功哪有那么容易,通常背后都有太多的心酸。 让我们一起为周深加油,希望他永远斗笔下去吧。 《中国好声音》结束之后,似乎就没有多少音宗可以看了。 目前在播的节目里面,值得一看的,谨慎我们的歌。 不过,有一个好消息是,目前天赐的声音《你妖名单》已经曝光,新一季天赐的声音录制想来也不会太远了。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《你妖名单》,各位可以看一下这张图。 首先要说的是周深。周深这一次是有希望加盟的。 《你妖名单》虽然说大多数时候是在画饼,但是却也多少可以参考一下。 先说第一点,周深属于纯歌手,走的是vocal路线。 与他而言,翻唱类型的音乐节目是最合适的。 在歌手已经不办,我们的歌已经参加了一季。 目前,市面上没有更好的音宗可以选择的情况下,天赐的声音显然成为了最合适的选择。 而且,我也希望周深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多翻唱一些当下的热门歌曲,或者说仅仅只要多唱一些歌就好。 周深的唱功足够强大,能够为很多歌曲加分,在合唱过程中,也知道如何让双方都更好地发挥出来。 他显然是很合适这档节目的。 另外再说胡彦斌,胡彦斌这一次占据了C位,其实,看评论区,我有看到很多人在讨论说,为何胡彦斌是C位。 先说收集到的信息,天赐的声音,乐队班底是胡彦斌带来的,那么节目组不捧胡彦斌捧谁? 而且,另外再说一点,胡彦斌如今所擅长的东西是编曲方面的,这恰恰是当下翻唱类型音宗最需要的歌手。 几乎只要是胡彦斌演唱的歌曲,都很好的和原唱版本分开来,对比某些音宗节目里面,不改编原则实在是有诚意太多。 这样有实力的歌手占据C位,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。 另外,再说一下张绍涵,其实你邀名单里面张绍涵算是意料之中吧,参加节目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,之前已经有过合作了,所以这一季邀约会容易很多。 而且很前面所说的一样,歌手们需要舞台来提高曝光,天赐的声音也算是一档好好在做音乐的翻唱节目,对于大部分歌手来说算是一个很好的舞台了。 这个舞台对于参加节目的飞行音乐合伙人们可能不太友好,但对常驻嘉宾大多数时候是非常友好的。 至于为什么不提最旁边的两位歌手,这种情况下,一般放在两边的歌手很大可能是邀请不来的,所以暂且就不提了,我只提了自己觉得希望比较大的三位歌手。